各位親愛的鄉親父老兄弟姐妹大家好 今天老陳要來跟各位介紹一支筆 這支筆叫做永生3008 他就很直接寫在筆蓋的套環上面 大家一看這支筆就會想到很明顯他就是在模仿某一支筆 沒錯,就是少文堂580,而且是AL系列 但是你如果實際把這個活塞套件拆開的話 你就會發現他其實是塑膠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外觀 這個筆夾的部分呢 也是跟少文堂有點像 然後筆儀館的部分呢 少文堂的鑽石系列 都是我不會形容的感覺,就是有點像鑽石 但是他這個筆桿都是 應該算是多邊形柱 所以這個都是紫的,他不像 少文堂是有很多個不同的菱形面 那筆蓋的天關上面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個金屬殼 然後順帶一提就是這個筆蓋啊 裡面的這個螺絲用的材質不是很好 那我之前忘記用了什麼墨水 然後又滴一些出來 可能那款墨水剛好比較偏酸性一點吧 然後他就鏽死掉了 然後就產生了這個很醜的鏽枝在外面 好,那筆尖的部分呢 我就有換過了 我這個筆尖是preppy的筆尖 其實他原本這個筆尖的規格是 跟 就是 金豪的 對不起,不是金豪的 英雄的那個仿拉米的筆 是完全通用的 所以也就是說呢 就是你如果有一支真正拉米的筆件的話呢 也是可以用在這個上面去 那當然就是像我這邊用preppy也是可以 但是 很需要擠一下 因為 他的 筆尖下面這一邊 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合 大概用力一點就可以把它印插進去 這個筆尖是改過的,改成鳥嘴尖 然後等一下再寫個個看 那麼 那麼 活塞的部分呢 裡面這個設計呢 是 跟 580比較不像 是跟那個 跟Echo比較像 好,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設計呢 這個設計呢 其實很有趣 我們這邊有一個 就是另外一支 然後我把筆尖拆掉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活塞 有把活塞推出來的話呢 它就會卡在這個 有塑膠短柱的地方 在裡面 那如果沒有這個構建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把活塞拆掉給大家看 好,如果前面沒有東西擋住的話 當然一直推活塞 一直推活塞的時候呢 它當然就會 掉出來 就是非常顯而易見的事情 那麼 你可能會說 那 為什麼它要 這樣子設計這個活塞 然後 為什麼不把它的長度 設計成剛剛好 這個活塞到底 然後就頂到它前面呢 因為 大家都知道活塞這個桿子 它後面這個構建 也需要 需要把這個桿子藏在裡面 所以 就是 用這個 就是用這個 包括就是 沙文堂也有用的這個設計 就是可以讓前面 多出這一段 就是 這個 裡面這一段 短小塑膠柱的距離 是可以除墨的 那就是可以提升它的除墨的空間 那如果就是 像它的活塞就只能剩這麼長啊 對不對 如果你要把它做到底的話 就會減少這段除墨空間 那你如果要把活塞拉得更長一點的話呢 就是後面這一段也會變長 所以它的除墨空間它就會減少 那所以 就是 這是我發現了以後 我認為這是 沙文堂系列 就是很棒的設計 就是它多了前面這一段 空間可以多出墨 那當然就是 要多推拉幾次就可以 上墨 好 不知道我剛剛的解釋大家有沒有聽懂 好如果沒有聽懂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 我下次再拍個影片 看怎麼樣能夠解釋得更清楚一點 好那麼 我們剛剛也就是已經拆給各位看了 它後面的活塞構件是由這個 不知道是真的金屬環還是假的金屬環 就是把它鎖在上面 這個設計跟三文堂就不太一樣 那我個人覺得是一個蠻有趣的設計 好那麼 我們再來繼續看其他部分 就是好 這個筆的筆蓋呢 可以套蓋 可以套到後面 那重量部分呢當然是有點重 但是還有另外更大的缺點就是 因為你的筆蓋是套在 就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它是套在這個活塞旋鈕上面 就是你不會套在這個金屬環上面 而是你筆蓋內側會套在這個活塞旋鈕上面 所以呢你可能會寫一寫的時候 碰到筆蓋就噴破出來 那這個設計就不太好 像三文堂的530540我不知道 但是580的話我就試過 580的設計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它的筆蓋應該是套在這個金屬環上面 所以就不會碰到裡面的那個 雖然三文堂的筆蓋套上去也是很重 好那麼我們 就是講完了這些部分 等一下還是要試寫 但是試寫不準 因為我的筆肩換過了 那我這邊還是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如果買中國製的筆啊 如果筆件不好寫的話 就想辦法自己調一下 或是甚至你就去買一個 拉米的筆件就好了 就是也才幾百塊 那就是你可以得到 德國製的書寫感 然後跟超大的容量 活塞上墨 好那麼 然後 來說說就是 我喜歡他哪些地方 不喜歡他哪些地方 那第一個就是 我當然是喜歡他是一隻活塞上墨筆 那第二個就是 他的這個機構也很有趣 我在研究彩筆的時候 我也是玩得很開心 然後他也確實是 因為他是學有580的嘛 這個粗細對我的手而言 是還蠻好握的 所以我很喜歡 那第三個 雖然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不適合套蓋 但是我本來就不喜歡套蓋 所以這個對我也沒差 我不覺得是缺點 那麼 來說說我真正覺得是缺點 就是這個筆蓋 這個筆蓋真的是讓我覺得很醜 因為我想要一直透明的 我的活塞鋼筆就是希望我能看到一切都 漂漂亮亮透明的 但是這個筆蓋就是 他的這個塑膠桃件太差了 然後 對不起不是塑膠桃件 這個螺絲太差了 就是很容易生鏽 那就造成這個很醜的痕跡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有點不開心 那另外就是他沒有這個內蓋 雖然 根據我目前使用到現在 就覺得氣密性應該還好 因為他這邊有一個 橡膠桃 但是內蓋就造成了 就是他的 螺絲會繡實的問題 那我不知道是 是不是選好一點的材質 做的螺絲就可以避免這個問題 或是應該更簡單一點 就是裝一個塑膠內蓋 成本應該比較低 就可以避免這個問題 那不管 如果你是想要活塞大容量 然後你可以犧牲一點美感的話 那這支筆當然會是你很好的選擇 就是他也有出 筆蓋不是透明的版本 所以這樣子就算秀在裡面 你也眼不見微鏡 非常好 那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我覺得也是缺點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說過 這個 活塞套筒 不是真的金屬 是塑膠 大家有沒有看到 後面我們從這個地方看的話 就可以看到他是一個黑色的塑膠 所以他是噴甲的顏色 好處是比580AL還要輕 但是壞處就是 就是有一種不增才吃掉的感覺 但這支筆也才一百多塊 就是換算成台幣 而且是 就是人家從淘寶進貨了以後 在台灣網路上買的價格才一百多塊 你能要求他什麼 一支580AL好像可以買到將近十支 或是超過十支這個 所以也不能要求他什麼 好那 說了這麼多 就是中提而言 我還是覺得蠻喜歡這支筆的 那中國筆真的是讓人覺得 心裡很不知道該說什麼 就覺得他有點無恥 到處抄人家設計 但是又覺得 抄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你用很廉價很低很低的價格 然後買到了 就是差一點點 但是設計幾乎同樣有趣 但是差了一些的價格 所以整體而言的CP值是蠻高的 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有玩中國筆的話 應該會有這個心 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支筆 這支筆是永生 3008 因為我換的這支筆尖是 PREPY的02 好像上面沒有寫02 然後筆尖是PREPY02 那所以他非常細 所以出水的話也比較少一點 然後呢我把它折成鳥嘴 所以背面就變成像書法鍵一樣 那為什麼不像書法鍵一樣 就是往上折要折成鳥嘴 這樣往下折 因為 往下折的話 你這樣正面書寫的話 它的一點還是 就是原本正常的地方 背面就比較沒有那麼好寫 但如果往上折的話 你反過來寫的話 它一點可能就是背面 就比較沒有那麼好寫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這樣子用背面 就可以做出很多色彩 不是色彩 是粗細變化 然後墨水是西滑 西滑的 藍黑 blue black 比較難一點 好那 書寫表現的話 看這支筆件是不準 因為這是我自己圖畫做的 所以寫得很爛 也不能怪這個筆長 但我這邊要說的是 它的公墨系統 就是這個原廠的筆舌 是 還蠻順的 就是 你看我把它改成這樣子 它需要這麼大的寫墨量 但是寫墨都還蠻順利的 像我那個時候改的這支筆件 也用在原本preppy的筆上面 但是 公墨速度就跟不上 它就沒有辦法一次公墨攻這麼大 那順便在這邊 再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 preppy的筆尖本來是比較短 然後 我有把它折過 所以 這個筆舌我是有剪過 我把它剪短 那原本的筆舌應該會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發現長度不一樣 這個筆舌是我剪過的 好 那麼總體而言 就是 這支筆是一支蠻有趣的筆 很便宜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買一兩支來玩玩 好 謝謝各位的收看 以上就是我們對於這支 永生3008的介紹 我是老陳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